我是国宝系列要带您到屏东县的太武乡平和村 来看一位鼻笛国宝郑伟业 鼻笛是台湾族的传统乐器 而高龄80岁的郑伟业他一吹就吹了60年 用鼻子吹奏的悠悠笛声 不但曾经荣获金曲奖 还登上国家音乐厅的舞台 悠悠的鼻笛声低沉凄美 吹奏的这个人是鼻笛国宝郑伟业 他今年80岁吹鼻笛吹了60年 郑伟业靠着两根主管 三个洞吹出来的六个音 登上过国家音乐厅的舞台 还曾经荣获金曲奖 大家有去过国家音乐厅 大家有去过国家音乐厅 有哼过鼻笛 因为以前没有播 我都听那个老人家 在哼的我就放在 起在头脑这样 然后就开始练 差不多十七到二十年 然后再哼到那个美妙的声音 郑伟业被称作鼻笛爷爷 他曾经到原住民的部落小学 教小朋友吹鼻笛 但鼻笛很难学 现在会吹奏的人寥寥可数 但以前鼻笛可是原住民男性 追女朋友的重要武器 他说他去追求大老婆 就喜欢哼这个 去跟他吹那个女孩 所以晚上去走一走 去找朋友的话 我们就带这个笛子 笛笛是排湾族的传统乐器 只有六个音没有谱 老一辈都是把旋律记在脑海 自己慢慢练习 实在是不容易 现在已经濒临失传危机 郑伟业说他现在想赶快找一个徒弟 把一身好功夫赶紧传授 让这神秘 幽远的笔笛乐曲永远流传 昨天新闻张春华包金银 屏东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